我們到達那個順達磚窯廠的時候 因為就是我的記憶中 我知道有窯去燒一些 像我們平常日常的杯子啊這一類的 可是今天去的這個窯廠它很特別 它是很多建築用的紅磚 就是從書本上知道有很多種不同的窯 實際走過順達窯廠它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隧道式的窯廠 那和我以往的工作經驗 我會覺得它好比像一個那個隧道式烤箱 就是窯從就是磚塊從它曬乾 然後進窯然後燒好之後再出來 那窯廠的主人它也帶我們走過一遍 然後我們才知道原來燒窯是一件這麼辛苦的事 那窯的火一旦開它是全年得開 它不是說今天想開就開想關就關 那它的這個整個就是因為產業的部分 它因為時代的關係有點受到影響 可是後來現在他們開創的這些文創的商品 我覺得可以帶來更多的遊客 第一個可以認識這個地區的歷史 然後這個產業的興衰 再加上現在新的文創 然後最後我們在裡面有做一個DIY 那這個DIY其實很有趣 因為現場它直接幫我們把材料分切好了 那我只要把這些所有的材料黏起來 那就變成一個可以放植栽進去的一個花盆的小畫台 就蠻可愛的 然後自己也可以再就是 其實回家還可以重複再重做 因為它都是自然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把它拆掉 泡水拆掉重新再組合 然後每一次都可以 每一次都可以有新的不同的想法 那我覺得 這個搖廠主人這個創意非常的好 我也很喜歡這個DIY的行程